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北部最大的甘蔗产区 工人们正在闹罢工 当地一片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 巴西还把自己的传统盟友美国抛弃了 5月24日 确诊人数比巴西多130万的美国 宣布对巴西实施旅游禁令 我们常说50步效百步 奇葩的是 美国居然百步提防50步 不仅如此 关税的第二天 美国又补了一刀 要再提前两天执行 由原来的28号提前到26号 美国的理由是 巴西现在很危险 确诊病例太多了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疫情国 这让美国可能很担心 没错 美国像防狼一样防着巴西 尤其是在躲亡特朗普眼中 巴西就是个毒坑 莫挨老子走得越远越好 这对异性效仿他 却也因此不被待见的巴西总统 波索纳罗来说 无疑就像脑袋上挨了一盆废水 来不及反应就被撕掉面皮 也许被抛弃 是每一个舔狗的最终命运 虽然舔狗的字面意思特别不维雅 但形容这些感情中卑微轻贱 仍不死心的一方真的太贴切了 被抛弃的巴西也许想过要发作 但回想到中国2月2号就被美国禁了 传老爷也算人之一介了 美国方面也怕喊了小兄弟的心 又赶紧给巴西一磕糖 安慰安慰 但宣服精灵之后 美国承诺送巴西一千台呼吸机 尽管没说什么时候兑现这些呼吸机 但总得磕套一下吧 你看现在的巴西 在世卫叫停抢绿葵 快喊破喉咙的情况下 依然坚持药不会停 毕竟这可是特朗普亲自吃过的抢绿葵呀 必须推广 波索纳罗本人甚至还给自己的老母亲留了一盒 这招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早的形式风格 美国与巴西居然维持了100多年 美国始终用利益和武力吊着巴西的胃口 而在巴西尝过一点甜度之后 就会义无反顾的追随 这种局面在巴西第一次导向美国的时候就注定了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巴西独立的国家 1824年就和巴西帝国正式建交了 不过之后80多年 两国没怎么联系 从1902年开始 两国关系才出现历史性转变 当时为了让美国承认巴西是南非洲的扛把子 巴西一切外交战略都适应美国 二战中 巴西与美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巴拿马独立战争 美国扫射当地起义者 巴西充耳不闻 美苏冷战时期 巴西果断与苏断交 巴西主动取消拉美最大共产党 巴西共产党的合法参政地位 美巴两国甜蜜蜜的蜜月期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 但美国与巴西坚定的革命友谊 还是经不住均洁的考验 1946年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巴西总统杜特拉信心十足的向美国贷款 希望美国能够像二战时期那样坚定地支持巴西的工业化竞争 还道德绑架美国 说这笔贷款是巴西发展的坚定基石 也是美巴两国有一次见证 面对这笔五年期的十亿美元贷款 杜鲁门爽快地答应 好的没问题 却迟迟舍不得掏钱 1946年 杜特拉政府仅得到4600万美元贷款 次年也只断断续续获得9000万美元 到最后 这笔钱都没有完整兑现 杜特拉气急败坏 喊话美国 别想再得到巴西的友好帮助 但只要有利益驱动 巴西对美国来说就是重要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 美国需要巴西联合出军朝鲜战争 所以想巴西示好 巴西也不客气地开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 美国得帮巴西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第二 给巴西最大的工厂提供2500万美元的设备资金 但这回巴西找了个心眼 在正式出兵前 要求美国先把钱给到位 收到钱就出兵 美国的想法刚好相反 你先出兵帮我把账打赢了 我在给你钱 迫于朝鲜战场的形势 美国并不爽快地答应了 实施了阿宾克行动来支援巴西工业建设 巴西周边却有了新情况 由于当时的巴西总统杜特拉即将卸任 出兵支援美国的决定一直停留在口头 新总统瓦霞斯上任后 狮子大开口 让美国先放2.5亿美元贷款花花 并且这只是开始 对于是否出兵 巴西态度已久模棱两可 这让美国极为不爽 就这么拖到了1953年 美国在朝鲜战场节节败退 巴西眼看就要失去和白宫讨价还价的底牌 又向白宫示好 不过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非常果断的拒绝 在给巴西提供任何帮助 于是巴西原本就不赋予的经济 更是雪上加霜 在发展的重要阶段 不思考如何改善局面 反而寄希望与美国的帮助 巴西最终还是沦落为本国货币崩溃 只靠吃工业老本 出口大宗商品过活的境地 回想一下 美国给巴西最大的报酬 可能就是在迪士尼动画米老鼠的身边 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 一只造作诺泽卡里奥里的小鹦鹉 他的人设是典型的里约小无奈 热爱足球和啤酒 并且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机灵鬼 这不就是中国方眼里的别三吗 可能也是巴西在美国心中最珍视的地位吧 历史是螺旋上升的 但架不住巴西市上三步退两步 每隔一段时间 巴西就会冒出亲美的总统 每一步都效仿美国 巴西直接过上了求日子 从世界历史来看 一个国家能否崛起 除了软实例外 只要看基础条件怎么样 如果国土广阔人口多 资源丰富 就比较容易崛起 成世界大国 比如中国 美国 俄罗斯等 偏偏守着美国的巴西是个例外 1964年 新北的军政府开启了巴西的军事独裁时期 军政府虽然反对左派 但经历不移地执行工业化发展 军政府集中权力 人力 把大量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 通过大兴贷款和压缩工资 在1967年到1980年间 巴西的GDP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 工业产值积升世界前十 制造业在出口当中的比例 突破百分之五十 同时依然是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 成绩虽然亮眼 但军政府并没有解决巴西的硬伤 工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没有得到足够改善 贫富分化更加严峻 外债庞大 依旧依赖出口部门 依赖技术和外资 从1975年开始 巴西经济增长就已经原地踏步了 如果军政府不能满足群众的福利 整个政权就岂岂可危 但巴西没有从内部着手改善工业结构的布局 而是把目光投向美国 寄希望于美国的贷款 结果灾难还是来了 1983年 赵威记得到来 终结了巴西的经济神话 军政府也在两年后下台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 巴西经济一直都是进三步退两步 没有决定性的起策 一卷不振之后 巴西对外部援助更加依赖 强谈的美国成为了巴西的学习榜样 90年代 亲美的科洛尔总统上任 外交政策 国内经济政策 宣布围绕着他的竞选口号 命当第一世界尾 不到世界第三头 科洛尔虽然执政两年就被轰下去了 但亲美精神却被完美传承 今年在疫情防控上 巴西严肆合奉的效仿美国一举一动 导致缺者人数飙升 连美国都开始嫌弃巴西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效仿美国 然后自食恶果了 巴西不但疫情缺者人数世界第二 还是拖欠联合国会费的世界第二 同样集赐于美国 在去年年底 联合国就和巴西官员说过 就在2020年失去投票权 巴西这才勒紧裤腰带 上交了一眼三亿美元 之前在中美贸易战中 巴西趁势成为中国重要的大豆供应国 同比暴增128% 尝到甜度的巴西很快膨胀 可能绝对取代了美国在中国的出口份额 巴西就等于美国 于是喊着巴西优先的口号就开始漫天要价 一些出口商叫价3600元每吨 比美国大豆还要高出200元每吨 看在都是金砖国家的份上 中国才照顾一下巴西生意 既然对方出国打劫 中国也不想舍尽求远 转头就跟俄罗斯达成了大豆协议 为了迎合美国和这点营兜小利 同时中国大客户的巴西 只能在验身人静的时候默默流泪 看些损人力挤的事还能理解 有一些毫无道理的事情上 巴西也是傻乎乎的效仿美国 前年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 前倒耶路撒冷 巴西也跟进 宣布自己也要这么签 结果当天巴勒斯坦民众实为抗议 造成55人死亡 2800人受伤 再也不知道巴西到底图个啥呀 种种做派也符合伯索纳罗的竞选纲领 谁跟美国过不去 就是和巴西过不去 谈合作想都别想 在外交政策上 甚至不是从巴西本国的需求出发 而是从美国需求出发 坚持不能再卑微 美国也没让观众失望 真心往那巴西当人看 疫情期间 巴西通过在美国的中间商 从中国订购呼吸机 检测盒 结果在密歇根转机时 物资被美国政府机构高价窃了 巴西积极败坏 又无计可施 只能转头去骂更好说话的中国 但想到以后 还要有求于中国 也没敢敞开闹 极其憋屈 不仅美国政府会坑巴西 商业领域上 也没让巴西好过 巴西航空是巴西为数不多 拿得出手的工业企业之一 今年却被美国波音坑散了 2017年 美国波音计划收购 巴航商用飞机业务 结果今年4月 因为资金紧张 放了巴西鸽子 日子更加难过 但愿这次波音能如约 把1亿美元的赔偿金给到位 为了维护本国市场 美国对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 建立了钢材进口壁垒 巴西经济大受影响 欧洲地区为了防止 巴西把钢材出口重心 转到自己这儿来 也跟着美国一起对巴西设限 不仅如此 没有美国命 一身美国病的巴西 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不待见 比如 一日利亚不购买巴西的牛肉和奶制品 墨西哥禁止进口巴西的电子产品 阿根廷对巴西的包装纸 笔记本 新风等产品有非常严苛的要求 中国不允许进口巴西的橙汁 日本人不购买巴西的面条 巴西的牛奶和乳制品 只能通过配额进入美国市场 出出效好美国 巴西终于成了大家都嫌弃的样子 尽管美国让巴西陷入人人唾弃的境地 但为了拉拢巴西 一起唯独委内威拉 美国居然还好意思疯狂示好巴西 特朗普甚至表示支持 巴西加入金河组织北约 巴西的心始终属于美国 对波索纳罗来说 美国更是一种信仰 波索纳罗少任后 一边说巴西主权 一边派自己的儿子作为大使去美国 把亚马逊地区交给美国开发 就算不服美国 也从来只是打嘴炮 不肯在经济政策上跟美国动真格 对内政策上也坚持和美国同步 一样不把底层百姓当人 坚持开放和复工 以至于全国都被死身笼罩 在最富裕的圣保罗州 公共卫生系统已经并列崩溃 政府已经向私营医院 购买了4500张床位 依然不堪重负 于是有了全球文明的新发明 棺材病床 让病人躺在棺材上接受治疗 得人一死 棺材一盖 运走就埋了 信心对抗击疾病很重要 但躺在棺材上治病 除了特朗普和伯索纳罗本人 估计谁也提不起任何信心 巴西还有知名的万人坑 在亚马逊州的马脑斯市 在开头提到着 嚷着辞职的事上 是这里的负责人 面对时空的疫情 和头脑不清的总统 马脑斯市长也崩溃了 绝末人12个小时轮班工作 仍耿不上死于新冠的人数 平均每8.3天 巴西的死亡人数就会翻一倍 不仅病床不够用 连墓地都供不应求了 但波索纳罗的回复却是 我很抱歉 但你还要我怎样 我又不能创造奇迹 在24号巴西利亚的民众集会上 波索纳罗依然反对各州 实行封城抗议 他甚至摘下口罩 与支持者合影 近距离互动 像特朗普一样傲慢 从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一个月之内 换掉两日卫生部长 当地专家预测 巴西全国医疗体系 将在两周内崩溃 到时候每10分钟 就会有一场葬礼 实时效仿美国 但巴西已经施工之后 美国理都没理巴西 美国要是理它 就不是美国了 而巴西真正需要的 却是它一直在伤害的中国 由于说一 2020年第一季度 巴西基本上是 全球疫情最大受益国 出口一直独秀 巴西今年对华出口持续暴涨 出口顺差历史最高 数语点是 2020年4月 巴西铁控室出口量为2400万吨 同比增长28% 为今年首次实现同比增增长 其中 4月份对中国出口量为 1639.3万吨 同比增长103% 比2018年4月的1326.3万吨 高出24% 同时大豆和肉类产品 对华出口量也猛增 闷声赚喉了大钱 如果再不控制疫情 这个成绩可能就是 巴西未来几年的巅峰 只有在另一所据时 巴西才对美国政府显得重要 强大之后的美国 对全球的野心有目共睹 整个美洲在他看来都是后院 要全球掌控 就不能有其他大国的出现 所以美国一直联合西方强国 不断打压美洲国家 干涉其内政 制造混乱 霸权主义注定了美国 看谁强大就打谁 一旦巴西崛起 整个南美洲就会脱离美国掌控 这是美国绝不允许的 因此巴西从一开始导向美国 就失去了崛起的希望 不仅是巴西 世界各国都停止对美国的幻想 墨西哥应该早就成了加拿大 当你没有用处的时候 美国会非常干脆的把你一脚踢开 现在巴西变成了这副德性 然后被美国狠狠抛弃 那下一个会是谁呢